你说电信股怎样计算呢? 其实今年上半年 我想本地流动电信商的业绩 是一样的 反而是在市场预期之内 因为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因素 就是疫情 大家也知道香港今年三四个情况是比较严重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的商业活动是由一到零的关系 是完全停止的 所以无论在我们说 由过几年的漫游收入开支物逐渐减低 甚至会到商业营运上的通讯需求 其实都是大大降低 这是一个比较今年特殊的原因 造成对本地电信股有比较大的影响 到一个出现亏损情况 比如和级电信 这个市场反而如期之内 基本上半年本地电信股的业绩 应该都没什么好看 但为什么电信股都要留意呢? 其实始终你如果看回我们说如果下半年 假设疫情好像现在的情况是逐渐 都叫做不会再有一些 比较急进的封城措施 停市措施 下半年应该本地电信的需求 会回复上升 同时我们经常说 电信股为何我们会比较防守性强 就是始终的需求 那个需求弹性是比较少的 即是无论你有公开还是没有公开 你香港人没有了手机就叫救命了 即是手机都黏着手 长期都要用一些电信 你需要上网和朋友联系 甚至乎你找生意找工作 都要有一个电信需求 所以电信需求相对于其他公用股 比如用电 用煤 用气 可能在需求上更加稳定 可能这个会受成为 电信股的防守性指标 当然我们在最后再说一下牌息比率 或者是股息率 本地币股现在普遍来说 起码都大概是4厘楼上 领先的那些可能是8、9厘都有 所以其实在股息方面 都比较吸引一些 足以彌补股价上一时的波动 而且就算说波动来说 我想大了几只 例如说623 又或者中二动 其实波动对比近期大市 我想它绝对是波动相对小的 所以其实有数得计 是的 譬如说投资电信这个概念 其实中港的分别都大 譬如6823和941中间 如果要做一个选择的话 你会怎样去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好 一个相当比较保守一点的 变数比较少一点 我想可能会选择本地电信股 因为在政策消息来说 我想就对比内地电信股来说 本地电信股有优势 因为内地电信股过去这么多年 其中一个比较困扰的电信股 就是始终内地有一个政策方案 就是希望减低民生需求的洗费 电信行业是其中一个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么多间电信箱 乖乖地将一些 叫做无必须性的服务的开支 可以减低 就是减费 希望民生受惠 这个应该在内地电信股稍微是输涉的地方 就算他们要加价 升价其实幅度也不会太大 因为始终上面有个杂在 但你对本地电信股是纯粹市场运作 如果纯粹根据市场运作来说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香港电信的市场来说 基本上竞争是相当平稳的 这么多电信商 流失率也好 上客率也好 其实都是相差1-2% 不太大 很稳定 真的是相当成熟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风险的衡量 或者波动走势上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投资者 可能看回香港电信这方面的股份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是最早前一位 咱们永远来我们下半天观看 最后一位 请我接触一下 我们下半天 来恋之后 我们下半天 看到我们下半天 的关系 对我们下半天 什么下半天 看回香港电信 人